好了,回到神旺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拜登... 真是混賤 他有說到向蟑螂提供援助 由星期五開始 他就說埃及要修補過境點的道路 這是在兩小時之前說的 為什麼之前說的時候沒有說清楚呢? 因為這件事情 是跟以色列有關的 現在知道的情況就是以色列 仍然猛烈轟炸 拉法過境點附近的地方 是很慘的,你住在加沙地帶的人 現在是慘得不得了 剛才上一節的時候 我們也有提到 他是用20輛貨車去救200萬人 200多萬人,其實不止200萬人 這是荒謬到極點的事情 就是... 無論是以色列和美國 都是凸顯了他們仆街的地方 是仆街中的仆街 可以說是人渣中的人渣 可以說是 這件事情 有沒有其他國家向以色列施壓 假裝做事的人也有很多 包括新偉成 新偉成明天就會去以色列 就會見賓周文 新偉成的辦公室就說 我對以色列加沙的生命損失 就哀悼了 那... 那個地區的局勢 會進一步升級的 但是大家不要這樣做 這個... 新偉成呢 他就說多一件 現在多開一條路 讓人道主義援助 盡快進入加沙 被困在巴勒斯坦的英國國民離開 麻煩吧 那麼... 他... 去以色列之前 就有公佈 每一個平民的死亡 都是一場悲劇 但是他在後面加了一句 哈馬斯的恐怖行為 已經造成太多人死亡 你... 你... 哈哈哈... 仍然說笑 盡管子的師傅笑 真是 你... 這個... 哈馬斯他做 初一 沒錯 他是做了初一 他是射了火箭去以色列 他老走了 以色列一些人 這是真的 你... 以色列他 轟炸加沙地帶 針對平民 他們殺的平民數字 肯定多過哈馬斯殺的平民數字 即是你計算數也知道 不用認識其他東西 你認識數學就可以了 哪個數字比較大 就是這樣 這個新偉誠 就是這樣也敢說 這個新偉誠 這個真是... 真是... 真是隱形來的 這個新偉誠 哈哈 看到他... 看到他的頭 就真的... 一定要抹擦他 這條7頭 真的太離譜了 真的... 這樣說也行 喂... 對上一段時間 殺人的 很明顯 就是以色列 加沙衛生部出來說 現在 在... 加沙的廢墟下面 即是雅力下面 還有... 一千三百多人是失蹤 還有六百多人是年輕人來的 對不起 忍不住 真是混蛋 對不起 不想這樣說錯話罵他 你老美這樣說也行 真是瘋了 英美的領導人 真是瘋了 他們兩個人都是瘋了 那麼以色列 他們混蛋 就放了一條錄音出來 這個錄音我覺得 就好像... 某香港第一美女 他跟疑似大L的錄音差不多 那些專家就要分析一下 那條錄音 究竟是真還是假 即是折獲了一條錄音 一條Q的折 真的不打折 那一段錄音就說 兩個哈馬斯戰士 就... 即是... 將... 這個... 即是那個醫院 受到襲擊 阿里那間醫院 受到襲擊的事件 現在的人說是浸信會 但是我理解 他是聖工會 管的 可能是浸信會搞聖工會 不知道 現在的人說的是浸信會 很奇怪 他就說那個... 襲擊事件 就是... 巴勒斯坦伊斯坦聖戰組織搞的 這個是哈馬斯兩位人說的 那... 那... 巴勒斯坦伊斯坦伊斯坦促 即是P.I.J. 那些人做的 這樣 但是... 在英國他們有第四台 英國有兩個獨立的阿拉伯記者推斷 他們語法、口音、語氣 講的阿拉伯話都不是正宗的 其實這個聲帶很有可能有幾個猶太人在講阿拉伯話 假裝一條聲帶出來 我認為有可能是假裝一條聲帶出來 不拿正宗的 說是香港人做的 但是說話就不是香港的口音 這個例子 這樣也可以 其實現在的爆炸情況 其實你是沒辦法獨立核實的 你只能夠用常理去判斷究竟是哪一方做 我也一定要講明 我也沒有講死一定是以色列做 我先講清楚 巴勒斯坦那方面 一樣有可能有人做 但是那個可能性是很低 以色列做的可能性是很高 但是 但是 現在在醫院他們的花園 真的有一個內庭的庭園 那麼 他那個 彈坑的尺寸 中了彈坑的尺寸 現在看起來是比較小 那麼 這個彈坑尺寸 比較小 所以 某程度上 可以給以色列一個藉口 就說不是他做的 就是以色列 好像李梓敬這樣說 不是我 不是我 他是有理由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是空襲的話 那個可能性 這個應該就是 那個彈洞會比較大 但是 有另一個可能性 在這裡說 就是 以色列呢 如果他用 那些空爆彈 那麼 彈坑的尺寸 就 比較小 就是 現在是沒有辦法 說一定不是以色列做 也沒有辦法 說一定是以色列做 但是看起來 只是以色列做 就是我覺得 一定是很謹慎的 那 也感謝田邊蛇夫的支持 這家人就說 喂 以色列現在是百倍奉還 以色列是最糟糕的 就是他現在 應該是他和拜登 就同意了給20輛那些貨車進去 救人 就是我很坦白跟大家說 就是 一個 suburb 就是我告訴大家 就是在外國 一個suburb 的 超級市場 他每天都要 有兩輛貨車去送貨 是一個suburb 就是那些交區社區 可能 一個交區社區裡面 有十幾萬人住 已經是要一天 用兩輛貨車去運貨 去的了 是要兩輛再滿了的貨車 送食物 各方面的東西 去超級市場 是兩輛一天 不是特別大輛的 當然是 但是 都 裝得起碼是一個長貨櫃 一個四十呎長貨櫃 一個大貨櫃 一個大貨櫃 不是四十呎長 是二十呎長 我說錯了 都是一個大貨櫃 你 現在 喂 你現在這樣搞 有些離譜 這些傢伙是 這樣說的 對不起 其實我本身是說錯的 是四十呎長 我現在想想一下 就是四十呎長 扶你那個街 就是現在 你給20輛這樣的車過去 就是 要人死 以色列他們提出的訊息 是智商矛盾的 為什麼呢 他在 星期三早上 即是昨天早上 他們說 伊斯蘭聖戰 火箭發射場 他有兩個地點 會不會有兩個地點 同時射火箭 會不會有兩個地點 這個可能性 很低 是很低 很低 以色列更糟糕 就是他的駐聯合國大使 這個是 隱仰 又是一條隱仰 他竟然說 聯合國安理會是 邪惡實體 因為 沒有譴責哈馬斯 現在大家看到一件事 就是 以色列不斷炸加沙 也是做了一個圍困的工作 那麼 有可能搞到整個中東地區 打起來 其實現在 很多人都擔心局勢升級 包括 以色列也擔心局勢升級 以色列 他們有沒有準備好 和 黎巴嫩真主黨 打第二條戰線 他們好像還沒有準備好 不要說伊朗 如果伊朗真的動手的話 情況是很不同的 所有事情都有可能 一定要說 事情是有可能會失控的 但是 這個我又要說回 現在會不會即時失控 看起來 暫時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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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殉拳媽就說 運20架貨車去加沙 就是給美國僑民用 你這樣計算就差不多 扶你一塊 真是荒謬到極點 其實現在大家應該討論的事情 其實就是要以色列解除對加沙的遺困 因為我們不是生活在中世紀 現在大家都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紀 美國以色列 他們說自己是民主法治國家 他們已經有法治了 因為中國還在做 中國發展中國家 現在還在做全面推進 義法治國 現在中國還在做 他們說自己是民主法治的 一定要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都有民主 兩個字 也有自由 所以人們攻擊普世價值 沒有必要 中國那些都是普世價值 中國說的才是真正普世價值 不要 把普世價值四個字太廉價 一定要說清楚 中國推出的才是真正普世價值 現在這種圍困當然是不可接受 西方很多學者都覺得 搞錯 當然不行 對於加沙的人來說 現在是地獄 這是很明顯的 現在是地獄 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為什麼不推動 向無辜的老百姓 提供更多的人道援助 為什麼不做這件事情 其實本身這個動作 已經是很可恥 這是可恥到極點的事情 不用什麼國際人道法 你要少少道德 少少常識 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 你這樣圍困了加沙地帶 已經造成了人道災難 現在是很大的影響 現在是嚴重的問題 你來的 那麼 歪碎歪歪歪洋就說 還不是被轟炸死都被渴死 或者病死 真的超慘 生而為人,人人平等 但是在以色列加沙的地區已經不是了 希望雙方停火會被平民喘口氣 但是現在看起來是停不了的 為什麼呢? 一拜登這個混蛋 去到以色列只是重申了一件事 我支持以色列 在美國,他們國會裡面 他們有些 他們叫做progressives 嚴格來說是比較左翼的人 他有一個 資深民主黨的 眾議員 他叫做 Bla-Bla Lee Bla-Bla Lee 也支持 呼籲 這個加沙停火的決議 就是Corey Bush 搞的 還有就是 他們有一個 資深進步的內閣 他那個主席就叫做 Premner Jayapal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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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美國國會議員 Corey Bush 上個星期提出的國會措施的美國議員的人數 就去到 15個 但是拜登呢 就 駁斥了 這一種 呼籲 就是 要求停火的呼籲 他強調 拜登就說 以色列是要 追擊哈馬斯的 你老闆 現在不是追擊哈馬斯嘛 現在是 濫殺平民 說的 你怎麼 很老實說 以色列 現在做的事情 他實際上 就是製造了 更加多的極端油出來 就是 你這樣去 用這種方法去 追擊哈馬斯的話 你只能製造更多的極端油 你 你到底是殺不完那些極端油的 就是 這個世界 你沒辦法殺完那些極端油的 他們極端的思想 永遠都在 你不斷重手打壓他們 那些油只會越來越極端 就是 現實就是 這個是事實來的 那 HAPPY WONDER就說 不可以接受 2023年 人類可以接受這些事情 發生在我們眼底下 那些所謂崇尚自由的國家 有沒有發聲 其實呢 民間就有發聲 政界就沒有人發聲 民間是一直都有人發聲的 政界就沒有人發聲 其實就是 喏 現在是 大了一禍 看到他們的情況不妥 有什麼辦法呢 這樣 sorry 沒辦法 以色列他再做多一些壞事 現在回顧一下 就是 之前再發生的事情 我休息一會 再繼續說說他們 再做了什麼壞事 休息一會 謝謝你 要 來 還有 Zither Harp Zither Harp